一六塊放在地上 立刻往牆壁滾 我已經請他先幫我打掉 不然我們是完全開不起來 整個層後面傾斜到前面 廁所是已經完全無法使用 這是位於台南的北華街 11戶透天座 控訴附近的建案施工 導致他們嚴重污損 但建商卻不聞不問 甚至把問題推給0403的強震 為了你的工地開花 完全不顧我們 周遭居民的生命安全 可惡自己 一直強調要用 扶贈我們的房子下去做 我很堅持要重建的話 那他就是會估算 我的房屋的殘值 住了五六十年 任何狀況我們一定要重建 住了幾十年的家 地面倾斜 好幾處牆面出現嚴重軍列 門口10住一分為二 位在台南北區 精華地段北華街 建商要蓋12層大樓 4月中旬開挖地下室 周邊11戶透天座開始受損 其中四戶傾斜率達42% 逼近圍樓等級 住戶被強制安置 另一邊的大樓門口 路面也無預警破洞 連隔壁住戶有超空的現象 建商沒有任何太代表出面 來關心47戶的居民 所以地震要搖多久 房子會不會倒 每天都處在這種恐慌 受災住戶案例控告 建商等8人 違反建築數成規罪 與業務上登載不實 市府也勒令停工 開罰27萬 建商發聲明強調 目前佔無復工計劃 受災住戶 飯店費用由他們負擔 不過鄰居們要求的重建 目前跟建商仍舊沒共識 三立新聞王少宇 灰山台南報導 有 aud牢 找 intact 放棄